灌顶发死 乾隆年轻人 在大师之袁同章苏朝 那苏朝他做的 做的好 后面 最后面一篇 念佛 一百种果报 那第一个 就是阿比丁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篇东西 我很惊讶了 念佛怎么会都阿比丁 我拿到这本书 去请教李老师 老师一看 这个问题大 我不跟你讲 我讲经的时候 跟大家讲 跟大家宣讲 念阿弥陀佛 也有心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 把五欲六成 看得非常重 这个放不下 就是地狱去了 我们才明了 贪嗔之门 杀到 阴望求 地狱五条梗 杀到 这个贪嗔之门义 是不善的梗 杀到 阴望求 是不善的业 心 行 不善 那造地狱业 造地狱业 一定要受地狱苦 为什么 地狱是消业的 不是坏事情 你造这么多罪业 只有到地狱去消 消完了 我们跟佛有缘 再等人生与佛法 接着再修 造成诸善呢 到人间天堂 也是消夜 消你的福报啊 你修那么多福 你心里还记住 你还没有把它写掉 那你一定要修报 你要到天上 人间就消福 不动 平等平等的 就这个要知道啊 到天堂 也就是平等的 一个是消福报的 一个是消悟报的 全是消夜 清净平等性 没有这个 善我也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 短悟 修善 都不放在心上 我的心上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这叫什么 这叫敬意 不会赶六道 就过保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不懂 亏之大了 要不要当我 要 要不要修善 要 为什么要 这里头是资历 利他 希望在这里 修善悔 第二个呢 给一切初学的人 做个榜样 不可以 大乘佛法 不可以 直 是 费礼 至礼 费事 礼上明白了 好了 我善 我说 我都不做了 每一个 修佛的人 都不干事了 都回家去念佛了 这对吗 好像是对 错了 你给社会大众 表的是什么法 表的是一个 自私自利 不负责任 只晓得自己 求生建筑 不顾别人 你的家人 社会大众 不会原谅 你们是迷信 你们这些人 不负责任 你们这些人 是社会的啰嗦 会把佛教灭掉 做错了 都没负责任 都没负责任